妳是不是覺得那個 晚藏汙納垢 一天沒洗不行對不對 可是我跟妳講 妳現在真的心裡的藏汙納垢 妳們的關係 妳就是衰嘛 我真的衰啦 如果醫生妳說這句褲子有重褲 如果我來看妳老公 那個暖性 也每天藏汙納垢 妳如果洗牠就沒時間洗碗 洗碗就沒時間洗牠 妳要洗哪一邊妳想一下 為什麼這個婚姻裡面的愛會消失 跟過度付出有關係 我們不是要付出 我們的所有的感情 所有的愛 其實我們看很多的案例 過度付出 因為妳做了很多 所以對方不能夠指責妳什麼 不能抱怨妳什麼 那他就只能用冷淡來回報妳 所以很多人覺得莫名其妙的 老公就變得冷淡 有距離 很多時候是跟他自己 其實把一切的好事做盡 而且做過頭有關 所謂的過度付出 妳做了 所有好人的樣子 做盡了 所以不管去到哪裡 大家都會覺得 妳是賢妻 對 夫妻裡面比較好的那一個 那另外一個人就是坐享其成囉 被妳照顧囉 然後還是她都不做家事 她都怎樣 然後妳一邊在這樣子做的時候 流露出第一 某種驕傲感 第二 無形中貶低對方的自尊 覺得他就是沒有妳優越 另外還有一種過度付出是妳會生怨 雖然妳做很多 可是妳寧可照顧她的起居 但是妳剝奪掉一件事就是 不給她好臉色 很多的丈夫在抱怨這樣子的妻子的時候 會說啊 對 她什麼都有做 那我這邊寫了一個案例就說 她太太每天都給她帶便當 因為覺得公司外面的東西什麼毒油 毒什麼 可是她老公就常常不願意帶 那老婆一直不理解她為什麼不帶 後來在職商的時候爭執起來 那老婆就說 妳吃下去是會怎麼樣 每天就要在那邊跟我爭執 我的便當是有毒嗎 老公突然看著她說 我終於恍然大悟了 對 吃妳煮的東西就是有毒 妳看妳那張臉 每天早上起來坐坐坐 然後輕輕輕輕輕那種 快點喔來不及喔 什麼什麼那種臉 那種怨氣 我吃妳的東西就是有毒 情緒的毒 所以這個過度付出是指 妳不要讓自己做到 好像有怨 然後把該給的愛跟好感都收掉 可是我想問一下各位喔 但是很多女人不覺得自己是過度付出 她的直覺的感覺是說 妳如果假作就不用做這麼多 妳就是我愛做這麼多 妳就不愛做 妳就扁斷妳就染亂 妳就整天好像廢材倒在那 對 這個就是我做了 我逼人妳不做只好我做 那不然家放給她爛嗎 小孩放給她爛嗎 我願意過度付出嗎 我剛這樣子反映是很多女人在這裡面 99%都這樣 對啊 我們有錯嗎 那有錯啊 哪裡錯 而且全部都妳錯 哪裡錯 全部 我告訴妳為什麼全部 我整間放了爛 你知道嗎 整間放了爛 放啊 妳有材料妳就放 但是妳就是沒有材料 等一下 我沒有材料 好爛 對啊 妳就是沒有材料啊 不然妳今天不會太熟了 妳如果有材料 妳不要做我就做啊 我告訴妳 女生談戀愛就是這樣子 就是被洗腦一樣 啊 我要讓這個男人覺得 我是一個好女人的話 我一定要好好照顧她 於是一開始就是把所有 他本來自己會做的事情 都拿來我來幫他服務 服務到她上癮了 依賴妳以後呢 突然幾年以後 妳告訴她說 妳去倒垃圾 妳去給我擦地板幹嘛 我告訴妳 為什麼女生要做付出那麼多 因為付出的人是有幸福感的 對女生來講 還有成就感跟優越感 所以這女生在做這個事情是 是先衝動的去拿這個來享受 欸 我不是為了優越感做這個事情 做到累的時候才要丟給對方 我不是為了優越感做這個事情 人世間是有一些不是價值 我們是不是要力爭上游 見賢私奇 妳現在叫我給婚姻比爛 比爛 沒有 不是叫妳比爛喔 阿姨 妳現在說到下一點 妳現在就說普世原則跟價值 婚姻就要了 因為下一點就是 妳如果重視原則 勝過對方 跟自己的感受 重視原則 勝過感受 例如就是說 全世界沒有人像妳這麼髒亂 這麼髒亂一定會藏物納垢 一定大家容易生病 妳講的是道理 可是妳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 沒有再跟對方談感覺 所以對方 我就喜歡家裡面這樣子啊 這跟我小時候家裡很像 我媽是職業婦女 我家就亂七八糟 我回去就有溫暖感 妳沒有在談她的感覺 不是不是不是 但是妳完全都不了解 吃飽飯我半就要洗 不然那醬油啦 那鹹屁啦 那整個鹹料 很難洗 要兩倍的水才能洗得掉喔 妳這個嘴臉到底是我媽媽 還是我太太啊 對 我很了解 我想阿德講的這個是對喔 有一個重點就是 妳不能先否定再付出 這樣被妳付出的人 她會受傷 其實我們在婚姻裡面 要的是接納 如果你覺得我什麼都不好 所以妳要做這個 做那個 那我會覺得這個婚姻 我也是幫妳接納 我叫妳更快一點 妹妹來 我們這個妹妹 她在婚姻裡面很辛苦 每天有洗不完 妳是不是覺得 一天沒洗不行對不對 對 可是我跟妳講 妳先生的心也藏污納購 妳們的關係 妳就是洗嘛 我真的要洗啦 如果醫生妳說這股 那裡有重夠洗 如果我來看妳老公 那個暖性 也每天藏污納購 妳如果洗她就沒時間洗碗 洗碗就沒時間洗 她妳要洗哪一邊 妳想一下 就是說 妳為著多洗這個碗 妳就動不著 多黏一句 所以我要 妳多黏一句 她的心 她對妳就藏污納購 妳是說我比較重視那個 伴不重視她的心嗎 妳老公的心也是要洗一下啦 我不要演 我演一個瘋子好累喔 對 所以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每天剛剛就示範了 就是一般人的對話 就是每一天就是這樣子 對 其實各位妳有沒有很熟悉感 也許不是這些事情 可是就是原則 很多原則 為什麼妳會談原則 就是妳已經認為 對方不會聽妳的感受 可是其實這是錯誤的 其實妳講一句說 我喜歡 跟妳一起洗碗 或我喜歡跟妳一起 把家弄整齊的感覺 我喜歡我們剛住在一起的時候 家裡都很乾淨的感覺 妳講感覺 其實 對方會反應的機率還比較高一點 其實有很多研究 但是很多人都不願意 因為沒有愛的關係 誰要跟你講感覺 我跟妳講感覺是自取其辱嗎 一定不會理我 所以我就要頒大道理 我就要說人家專家說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另外一個人聽了就會更道談 那我幫那些婦女再問一句 那個律師 我會因為重視原則被判離婚嗎 要看是什麼樣子的原則 比方是說像如果是過度潔癖 這的確在食物上 很有可能會造成離婚而失憂 有喔 我有一個朋友 他太太是 香蕉好像通常要吃也都會洗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案例是 我家也要洗 我家也要洗 我們家流洗耶 對啊 就是衝一下啦 香蕉要洗喔 衝一下 因為你摸到外面 外皮可能會有農藥 再去拿摸到裡面 我這邊有一個潔癖的案例 它是怎麼樣 它是要求太太跟小孩 一進家門 你就必須把外衣在家門口 然後你才能進到家裡面 所有的床單全部都是白色的 然後呢 只要床單上有一根頭髮 重新洗一次 再來這個太太 從來不敢在先生面前放屁 問他為什麼 因為他只要放屁 先生就覺得他髒 叫他去洗澡 這其實就已經有點強迫症了 再來太太不能帶小孩子出去 要坐先生的車 因為先生的車全部都是完整的消毒過 你如果出去要做大宗交通工具 麻煩酒精消毒噴霧 全部噴一噴才可以做 所以這真的就 就判離了嗎 因為這是強迫到人家的行為自由 而且已經太多這種行為了 OK 這個我跟你講 大部分都不是這麼嚴重的這種潔癖 反而是那種生完小孩子 對乾淨的定義不一樣 你懂嗎 很多人會這樣子吵架 對不對 好 這樣我們看 其實我覺得這個原則的意思是 夫妻一定會有互相要要求的地方 可是你不要談原則 而不談感覺 好 那就會糟糕 你們當初為什麼會想要APP交朋友 因為身邊沒有什麼異性朋友 然後加上出社會之後 你其實很難 其實說工作環境可能大部分都是女生 然後你也不會有太多男生同事 所以就好爸爸不然上網看看有沒有機會 那個在APP交友其實是有兩個很基礎的內心的想像 第一個就是你 你基本上還蠻相信說 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 有屬於我的朋友 那這個東西你會認為說 用這種簡便的 就是只要弄手機的方式 就是說我其實我的魅力 我的連通力可以通到 我完全現實生活集不到的地方 所以這個東西是會被呼應 那你越是心裡面存有這種需求的人 越會喜歡這種方式 那說穿的其實就是有一種浪漫性 你覺得說我這麼好啊 我就是沒有被發現 那我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 可能就是在天涯裡面有個角落 那我透過這麼簡便的方式 按幾個鈕輸一些資料啊 就是 你可以找到它 對對對就會送過來 就會有一個magic 會有一個神奇的方式送過來 其實這種心態 通常就在現實裡面處理感情 會有問題的人的特色之一啦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說 你有沒有覺得在網路線裡面 你剛剛描述的例子 好容易做分離處理 對 就是明明一開始看到它的樣子 不是自己喜歡的樣子 可是卻可以聊起來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你不用整天 先看到它 所以你可以進行視覺分離 跟視覺關閉的動作 它不會干擾你的腦 同樣的雙雙也認為 它沒有被視覺干擾 對 就是美人姐剛剛一開始講 所以這個感官先被關閉 然後關閉之後 其實在心理上 你們又關閉很多 跟分離處理很多事情 例如說 現在跟他 感覺見面蠻不錯的 可是下一次要敲他 他卻已讀不回 或他卻約不到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又分離處理 我們又分離說 這可能是他的個性 這可能是他在網路交流 不同的設定 然後你又 不會把傳統的什麼 有沒有心啊 到底有沒有要交往啊 你又不會把這個東西混進來 所以進行很多分離之後 其實坦白講 他有一種比較容易的特色 但是最後 通通事情come together 放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很荒謬 這是會失敗的人 可是會成功的人 他不會用這一套邏輯 在網路裡面做 他在網路裡面 是幫忙他把更多的東西 放在一起